香港娱乐圈怕他是一类。何韵诗,我到现在还是…… 何韵诗承认,如今已没想要把自己炼成钢铁了,现在人大了,笑,不要炼成钢铁,要变成更有弹性的物料,小时候你就会想要硬挺。 因为在香港真的很困难,环境一波一波所谓的失败,无力感太大,作为一个成年人,你就会想说,怎么更聪明的去抗争。 人类发明了杜亮恒,据判定人有许许多多的类别。 而曾经,何韵诗在香港的娱乐圈里被判定是个异类。他大笑,我到现在还是很异类。 但活住,他就不想只见四季更迭,或任凭所遂于日常之中流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